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君王的心里可不是这样想的哦 让我们一起来读雅歌第二章 雅歌第二章 我是沙伦的玫瑰花 是谷中的百合花 我的家偶在女子中 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 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 我欢欢喜喜坐在她的蕴下 尝她果子的滋味 觉得甘甜 她带我入言厌所 以爱为奇在我椅上 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 给我苹果畅快我心 因我思爱成病 她的左手在我头下 她的右手将我抱住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 嘱咐你们 不要惊动 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 等她自己情愿 听啊 是我良人的声音 看啊 她穿山越岭而来 我的良人好像羚羊 或像小鹿 她站在我们墙壁后 从窗户往里观看 从窗帘往里窥探 我良人对我说 我的家偶 我的美人 起来 与我同去 因为冬天以往 雨水止住过去了 地上百花开放 百鸟鸣叫的时候 已经来到 班鸠的声音 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 无花果树的果子 渐渐成熟 葡萄树开花放香 我的家偶 我的美人 起来 与我同去 我的鸽子啊 你在磐石穴中 在抖颜的隐秘处 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 得听你的声音 因为你的声音柔和 你的面貌秀美 要给我们擒拿狐狸 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 因为我们的葡萄 正在开花 良人属我 我也属他 他在百合花中 牧放群羊 我的良人啊 求你等到天起凉风 日影飞去的时候 你要转回 好像群羊 或像小鹿 在彼特山上 因为百合花 在以色列的山谷地区 比比皆是 所以新娘觉得 自己是山谷中的百合花 有着自认平凡 并不特别的意思 但是在新郎的眼中 她却是荆棘里的百合花 她的确纯朴素雅 却也因此显得独一无二 比其他女子更加动人 亲爱的朋友 你也常常觉得 自己在千万人中 非常的微不足道吗 鼓励你 不妨换个角度想想看 耶稣眼中的你 有哪些美好的样式呢 相信在耶稣的眼中 你就是那朵 荆棘底的百合花哦 他爱你 他也总是看见 你的独特与美丽 我们亲爱的祷告 亲爱的爵叔 谢谢你爱我 并且让我学会 用你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开始有新的眼光 看见上帝创造你的美好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感谢你